小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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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道全日本的第二屆東京遊戲show 一個你和我都期待已久的遊戲機迷勝會 現在親身為你揭幕 雖然下着雨,但当然阻挡不了一班机迷的澎湃热情 入场人数超过12万 人家这么大型的胜汇,起码收回你1000日元 但现在你又不用排队,又不用付钱 已去看完整个show那么划算 好,立刻争取时间,让我带大家进去看看吧 哇,场面这么伟大,现场逼到水舍不通 新game正game,眼花缭乱 现场超过350种电脑游戏软件 是不是很棒呢? 不要这么多口水 那就是了,别人等得很心急 让我和大家show a show call 让我和你们介绍这个game show的重头戏 这个是CAPCOM出品的冒险游戏Biohazard Biohazard不单只拿了冒险游戏奖 还拿了游戏剧本奖 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个游戏游戏以血腥做卖点 极有真实感 还满足了官能上的刺激 这么大那只珠珠看见 都是,我都被嘇吓了 你看,如今可以游戏 啊,是我个人 就来太多了 transportation,我都尽量了 很棒吧?不夠厚?知道你們了 多放幾個遊戲給你們看看 這個就是新遊戲《Metal Gear》 同樣是屬於冒險性的遊戲 不過畫面就是多面看 增加強烈的空間感和壓迫感 隨時有人在你周圍埋伏 你要作出100%的心理準備 《Metal Gear》 你們看看火爆場面絕無冷場 還有連環爆破令你不敢吐氣 3D效果你可以在不同角度 清楚自己的環境 《Metal Gear 3》 《Metal Gear 4》 《Metal Gear 4》 《Metal Gear 4》 你如果去想多看它 也不懂得怎樣駕車 你說是不是? 不過如果你心無疾念 都可能會贏得到 還有獎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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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品 不知道獎品是不是卓女 我對呀,我都想 不過排不到隊和首都高女郎比賽 就掌揍一下 玩一下这个小型赛车 不过不会玩就不要紧 进来这里有很多美女 教你怎么打游戏机 你看看 看这个哥哥仔 教他两个 立即整个醒醒 玩得多投入 这个《Fade in Black》的游戏 虽然同样是冒险游戏 但跟先头介绍的《Biohazard》 和《Metal Gear》有点不同 因为它是以主观的角度 规合自己每一个动作 犹如身力其境 你看看 你看看画面 一样是这么漂亮的 全立体的感觉 简直能够满足你官能上的刺激 爆炸场面一样是这么厉害的 你看看 真是真的一样 好看 这个游戏 5月2日 在日本就有得卖 不知香港什么时候有得卖 好 让我再看看有什么其他新游戏 不用烦了 回家吗? 照样有球 好 大脚竞射 入了 再做一个慢动作 大家看看 又进了 好 接着来做一个后竞波 好 又进了 好 看看慢动作重波 第二个角度 好 后竞 进了 又进了 史前大怪兽恐龙又出现了 这个游戏 好玩就好玩 不过怎么也不够我们地道口味的 跑马仔那么刺激 好 这位长发哥哥不断踪 现在来这位弟弟 也很有魄力 在后面不断跟着上 追到长发哥哥 气都咬了 好 上了 上去 来啊 好了 过了大直路 长发哥哥 就赢了半个马比 多一点点 不过输了 也不要紧 就当铺草皮 抑抑街坊 过去那边 过去拿一张海报 跑完马仔 不妨又赛下车了 不过不是普通的赛车来的 就是火车了 这个游戏 这游戏也有得出 真是伏了日本仔 手痕 附近有没有什么练把墙 这里最合 你射射我 我射射你 不单只考眼力 还好考智力 原来女生都喜欢玩这些吗 怪不得 常常说不要欺负女生 分分钟 都会射低你 哇 真是厉害啊 这班小姐 难道他们是日本旅景 真是不惹小 parasite 又是我们似乎美女出场了 过来跟我们斗 GL 咦 过来跟我们玩游戏 唉 快点过来吧 你们跟我玩游戏 onz Müj 有责ivable rael 也是她画的 咦?你在玩什麼? 我也不知道 見個個在排隊沒事的 就排隊這樣吧 嘩!甲蟲遊戲也有嗎? 真的日本什麼都有 好了,看遊戲可能看得累了 不知道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呢? 讓我到處找一找 咦?這麼大的videowwall 一看就知道有厲害的遊戲推介 真是如我所料 就是N64的拉力賽車 N64就是全場最Hit的賽車遊戲 還拿到大會的特別大賞 真的不惹小 哎喲!遊戲機迷 只顧著打遊戲機玩賽車 哎喲!冷落了這兩個美女 真可憐 真可憐 哎喲!找了這麼久 終於找到我心愛的心跳一百少女了 今次還出了劇場系列 就知道多受歡迎 哎喲!你看多美女 不單止一看 還有跟他們玩遊戲 包剪砸 哎喲!我贏了 不過我沒有獎 還有很多心跳一百少女的相片 圖片 手掌模型 杯啊!全部我都要了 哎喲!不過呢 原來是非賣品來的 有得看沒得買 真是慘了 雖然世界杯還未到 但是新遊戲 World Soccer Winning Eleven 97 已經有得玩了 先玩九七世界賽 先看一看 一樣有得玩的 這個遊戲 不單止可以選擇不同的國家隊 還可以選擇天氣 場館 時間和難度 選擇 我單可不兩剱 快點走 打打打打打打 假若看來不真 還可以選擇不同的角度 會讓自己更加投入 獲勝 工作人員 住 Horse 又到了香港很受歡迎的高速公路賽車 就是這個Midnight Runner 雖然不是公主道 但也一樣刺激 適合你和我一樣喜歡午夜飛車的飛車手 左邊偏右邊偏 反的車也沒有有怕 不過若反的車不老例 選擇另一隻顏色一樣可以 紅色 不喜歡更加紅色 再不喜歡更加藍色 是不是手行行很想玩 不過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賣 激不激? 有東西更激 我帶大家進行全場最恐怖的遊戲領域 嘩 裡面有一頭恐怖的炮 還有葛羅關頭 不要跟著我 救命啊 我真的不是很想來這裡 究竟我怎樣才可以出回這個恐怖的世界呢 有出爐了 啊 本世紀最恐怖的遊戲 你夠不夠膽試呢 如果不夠膽試的話 不妨找到一個朋友 撞一下膽吧 二人的話 這個恐怖也能超越 是不是很想來這裡 你這個一手 你不敢在哪兒 你不敢在哪兒 我會跟著你 你不敢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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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終於被我找到了 不過這麼熟口熟臉 哦 原來是砌積木 不過為什麼不和我們平日玩開那隻呢 哇 還要戴上四方帽子嗎 喂 不是要讀完大學才能玩是吧 咦 這麼有趣 原來是運煤車來的 雖然簡簡單單 不過香港沒有礦場 也挺有新鮮感的 玩一下也無謀的 嘩 刺激 街機平面打桌球就玩得多了 這個多角度的桌球遊戲 你也沒見過了 你看 多有真實感 真的好像在打球一樣 男生比較喜歡玩格鬥遊戲的 好像你一拳 我一拳 你再伸多你一拳 你看看 哇 打到飛起了 好 掃多你兩拳 還不躺下 哎呀 厲害了 原來打這種遊戲呢 清一色都是男生來的 難道這些遊戲那麼暴淚 就是男性的專利來的 好 各位老友 過來看我 一起坐飛機 有得 插也有得 射彭珠 彭珠 好厲害啊 哎呀 沒錯 就是這裡了 哎呀 聰明一點啊 西裝友 聰明就多拿兩拳這麼多 啊 這邊又搞什麼呢 個個都這麼聚精會神搞什麼 難道在這裡看電影 啊 不是 這個就是真人和電腦 混合於一身而成的遊戲遊戲了 它集恐怖 科幻 懸疑 緊張刺激於一身 令到玩的人圈脈閉嘆 又令到旁觀者深淡驅裂 哇 可愛的音速鼠 我喜歡啊 它簡直就是世家的招牌角色來的 這次這個遊戲呢 還會收錄了MT版四手舊作 好 終於到我萬眾期待的鐵拳衣 出現在大家眼前 比上兩集更加是拳拳刀肉 拳拳火爆的 厲害啊 好 呀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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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現場為了隆重歧視鐵拳衣的面世 更加請到三位美少女再歌再舞 咦 你們看一下 的確有點功夫仔 好 鐵拳衣就不斷摸 他們又不斷摸 真是配合得天衣無防 總之一個字就講完 厲害啊 連羅茲威爾外星人都說不值得 要跟幾個美女拍照 美女就陸續有禮 還有三個這麼多 搞什麼 還在現場脫衣服 不是那麼離譜吧 兒童不義 剛才是中學校的照片 但你到底要怎麼穿上衣服 哦 梅塞爾 原來有衣服 咦 歌爾歌球 不過我不會打 不過不要緊 不懂打 用手指按一個按鈕就可以了 哎呀 真是爭熱一樣 咦 有人躺在街邊那裡 不行 快點找警察 不過這個遊戲就不用找警察 不是 這個就是冒夜賽車 難度分有9.9這麼高 我小時候就最喜歡鐵格萬能俠 我小時候就在那裡 咦 原來不單是卡通片 還有真人扮 HELLO HELLO 咦 沒見那麼久 姿勢又比以前更帥 這些還有超時空耀賽 好像有一部時光隧道那樣 真是 這一架就是成龍大哥一套裡面的重型車 大腳伯 嘩 看一個不斷撞不斷撞 簡直是所向披美 贏了 唉 看看那麼多新遊戲 真是眼都累 腳仔都軟 咦 看到有點餓了 是時候吃點東西了 咦 原來大會還安排還有食物 賣給大家 簡直好像香港的輸展一樣 唉 不行 要快點吃 吃飽飽再來下一場 看遊戲就看得多 還是打機實際些 打什麼遊戲 還用問的 今天當然是橫掃機場的Street Fighter 3 街霸衣 就對了 禮玉王朝和街頭戰線 更加展開了這一場街霸牙膠戰 代表玉王朝的就有 鄭炳傑 劉家榮 岑卓 和陳德健 代表街頭戰士的分別就有 前超群 羅偉紅 李明輝 和寧偉倫 首先進行抽籤儀式 把八位參賽者分成四組 你看他們 有些是相當緊張 有些是很輕鬆的 八位參賽者被分為四組 經過第一和第二巡環之後 再經過決賽 看看哪一個能夠奪得 街霸王爭霸戰的寶座 大會評判就是玉王朝的李宗兄 好 說這麼快 初賽的第一回合正式開始了 螢光幕左邊的位置 就是代表玉王朝的鄭炳傑 而右邊就是街頭戰士前超群 他們不約而同 都是選了阿Ken出賽 一開始阿檢仔就不斷出氣功 好 再出球的 街頭戰士也不甘示弱 好 頂得住 好 看他們多認真 不過暫時看來 好像是玉王領先 不過超群你也不用氣女 不斷出氣功波 好 最後一招 這個超群就由這個Sidekick 打敗了玉王爭 玉王爭傑也不用氣女 好 立即又來Round 2了 好 再來打個 不知道這個Round 阿檢仔可不可以佔上風 又被人摔下了 出了個聖龍拳 打到超群躺下了 tardy 嗯 很厲害 超群又將阿檢仔打敗了 輪胎 bh 通告又來了 中佢 當中佢 vers 二 conducted 十 folder 還有一個旋風腿 超群的手勢相當厲害 這玩法哪裏夠你玩 又來了又來了 旋風腿 再來一個昇龍拳 阿傑仔打不中 中央超群贏了這個回合 快速開始 初賽的第二回合又開始了 螢角幕左邊就是代表玉皇朝的劉家榮 街頭戰士就是羅偉紅 又是不約而同大家都選了Kent 白三的Kent就是代表玉皇朝的阿榮 而藍三的位置就是街頭戰士阿熊仔 看來大家的勢軍力敵難分難解 這手法相當同屬 又三的Gent 肉王朝的阿榮 這一招打至熊仔差不多要躺下來 不過暫時好像是紅仔是落後的 到底賽果會如何呢 嘩,話口未完,玉皇朝的阿永終於把這個熊仔打敗了 熊仔不用氣了,馬上再來Round 2就可以了 大家都相當聚精回臣,評判都看到,眼不斬 這個Round 好像是熊仔 沒錯,終於把玉皇朝的阿永打敗了 暫時大家可以贏一個Round 真的很緊張 第3個Round 你一拳摸一拳,真的拳拳到肉 手法伸到純熟,你看他們 到底這個回合阿榮贏還是熊仔贏呢? 話口未完,熊仔被人打到飛起 不過他都不敢試用,終於把阿榮打敗了 暫時的局數是2比1,熊仔領先 那到底阿榮會不會後來居上呢? 似乎被人打到放低了 嘩,這一拳又是相當勇猛的 嘩,相當厲害 熊仔最後一腳把阿榮打完 街頭戰士,熊仔勝出 好啊,好啊 好啊,這麼快呢 初賽的第3回合又開始了 融光幕左邊就是代表肉皇朝的神卓 而街頭戰士就是李明輝 他們兩個就是用了赤龍 兩個都是用赤龍的 好啊,那藍衣的赤龍呢 就是肉皇朝的阿華 而紅衣那個呢 就是街頭戰士阿輝仔 好啊 你看他們多認真 你一腳試我一腳 哎呀 街頭戰士阿輝啊 將這個肉皇朝的華仔 不禁是弱的 雞用色龍拳呢 打到阿輝仔一整個悲喜 哎呀,阿華這一招旋風腿啊 什麼都受不了,為什麼會這樣呢 努力一點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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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哎呀 這個回合阿華贏回了 哎呀 暫時一比一啊 好啊 都要開始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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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搶了這個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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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峰迴路轉,既然阿輝又贏了 大家輪流贏了,到底Round 4又會怎樣 阿輝又被人打到飛起了,為什麼會這樣 阿輝又贏了這一局 終於以3比1 就是街頭戰士,阿輝也贏了 阿華,不要這麼沮喪,下次再來 看看阿輝多開心 另外一邊的阿華慘,不用管哭 好,第四回合即將開始 這位是代表浴王朝的陳德健 這位是街頭戰士,凌偉倫 坐得好地地,幹嘛調位 原來他們是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大家換一換位 大家將就一下,沒什麼所謂 浴王朝的阿健就選了阿Kent 而這個街頭戰士阿倫就選了阿赤龍 這個回合就由阿Kent對阿赤龍 到底是阿Kent好打點,還是阿赤龍好打點 真的要看過才知道 話口未完,阿赤龍終於將阿健打敗 暫時第一個回合,就是街頭戰士領先 這個回合到底又會是怎樣 這似乎阿倫,手法傷到純熟 好球 阿Kent也不甘事約 第二個回合,仍然是這個輪贏了 阿Kent不用氣餒 看見第三個回合,看看有沒有起色 誰知道被人打到飛起 阿凱,阿倫不用那麼緊張 玩到整個人都彈起來 阿倫還沒出招了 為什麼出不了 不過不用怕 因為阿倫用最後一招 阿倫把阿健擊敗了 阿倫不用那麼氣餒 雖然三比零輸了 阿倫多開心 好了,四強終於誕生了 他們分別就是 前超群、羅偉紅、李明輝和令偉倫 原來他們全部都是街頭戰士 螢光幕的左邊就是羅偉紅的紅仔 然後右邊就是前超群 這次他們兩個都是選了阿Kent 白衣的Kent代表超群 而藍衣的Kent代表是紅仔 暫時看來就是紅仔領先 好了,超群馬上出氣功 好像超群又帶回前 話口未完 超群已經將紅仔擊敗了 因為超群開始了 非常厲害 小群力量 小群力量 馬上又把超群擊敗了 我暫時會贏一個回合 玩到流汗 第三回合又開始了 超群玩到轉頭,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被熊一個色龍拳打到飛起 但超群又贏了第三回合 還要踢多腳 到熊仔轉頭了 第四回合又來了 熊仔打到咬牙切齒,不用那麼緊張 哦,原來熊仔出了這個旋風腿 將超群打敗 怪不咬牙切齒 超群都被他打到很緊張 好了,最後一個回合 決勝局 暫時是2比2 哪一個贏了這個回合 就可以出線進入決賽 已經是3比2 1比2 1比2 2比2 1比4 1比1比4 好,最後呢 超群還在最後一擊 就是把熊仔打敗了 大小群打敗了 大家都打到氣羅氣喘了 熊仔又打到牛了 不過超群真的開心了 因為可以進入這個決賽 另外一個組合的分別 有瑩哥木左邊的李明輝 右邊的寧偉輪 似乎兩人很有信心 輝選了Kent 而輪選了這個赤龍 好,一個星龍拳 再來旋風隊 阿輝將阿倫擊敗了 第一個回合 沒辦法 好,第二個回合又來了 阿倫這個回合似乎相當厲害 說要反敗為勝 沒錯,馬上把揮擊敗了 好,第三個回合又開始了 暫時局數是1比1 大家都很聚精會神 好,這一局又是阿輝贏的 暫時阿輝要2比1領先 好,Round 4又開始了 好,你一拳時我一拳,你一腳時我一腳 暫時好像阿倫大仙一樣 好,原來話口未完 阿倫終於反敗為勝 把揮擊敗了 暫時的局數是2比2 暫時的局數是2比2 好,最後一個Round 暫時的局數是2比2 只要哪一方贏了這個Round 就能夠進入總決賽 來爭奪街機王爭霸戰的冠軍寶座 好,話口未完 阿倫終於是贏了 唉,阿輝輸得整個彈開了 好,另一邊的阿倫呢 相當高興 大家多開心 好,話這麼快 兩位人兄分別 前超群和寧偉倫披荊斬擊 殺入總決賽了 好,到底哪一個能夠得到 街機王爭霸戰的總冠軍呢 好,在總決賽開始之前 先來這一個就是貴軍戰的 分別有左邊的輝 和右邊的阿熊 我們倆就一起選了阿Ken 好,Round 1開始了 好,熊仔先來幾個氣功 唉,打到阿輝飛起來了 再來 大家都很緊張 雖然是貴軍爭奪戰 但是大家都很努力 不斷出這個氣功波 再來一個聖龍拳 好,最後就是阿輝贏了這個Round 好,Round 2開始了 好,符仔就好像線頭的Round一樣 不斷出歸波氣功 是很無法打碰蝶子 還要批出不金字肉 哇,是 熊仔又打到咬牙σιンニ 真的相當緊張 不斷跳来跳去 由于大家都不想输的关系 打得比较保守一些 你一脚时日我一脚 这么快时间惊意够了 由于点数的关系 这一局就是阿辉赢的 Round 3就开始了 暂时阿辉是2比0领先 到底他会不会赢完这一局呢 话口还没完 熊仔要18 hit 就把阿辉打到他躺下 这个Round就是熊仔赢了 还得到完美 熊仔相当之厉害 终于被你追回一局了 好了到了第四个Round 阿辉不断出气功波 他说熊仔不容易被你追回一局 阿辉不断出气功波 阿辉不断出气功波 大家手法相当纯熟 阿辉不断出气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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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熊仔终于得到这个贵军 原来除了得到贵军之外 熊仔更得到 全场最高18 hit的奖座 好了 总决赛立即开始了 坐在凌方幕 左手边那个 就是阿伦 而右手边那个就是 阿超群 好了大家先来后兵 先来握手做一个好朋友 大家心情都相當沉重 看他們的眼神 先來鬆鬆的跟骨 準備好了 輪仍然選擇赤龍 而超群就選擇了Kent 到底誰會得到街機王爭霸戰的總冠軍 比賽馬上開始 大家勢君滴滴 刀手過招果然是與眾不同 第一回合是由超群勝出 第二回合又開始了 看他們多緊張 暫時仍然超群領先 真是想不到阿倫就贏回Round 2了 復數是1比1 很緊張 大家都很緊張 好,第三回合是由超群勝出的 Round 4又開始了 連評判李中興也替他們緊張 看超群打到整個飛起了 看他飛起的 因為他終於贏了這個Round 2了 好了,街機王爭霸戰的總冠軍 終於誕生了 可能就是大家太投入的關係 超群好像贏了也不知道 要阿倫告訴他 他還會贏了 還會贏了 沒錯,是你了 超群終於贏了 簡直就是本世紀最轟動的格鬥 好了,我們的總冠軍 終於誕生了 他就是前超群 好了,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 大家先壓一下手 其實大家都是勢軍力敵 正所謂色英雄 綜英雄 阿倫都是得到亞軍 各位街霸的讀者 你有沒有興趣成為少年街霸呢 繼續留言我們的情報 說不定下一次是你都未定的